山形 度目 远上寒山石净霞 白云牲畜有人家 停车坐爱风林晚 双叶红雨二月花 这首诗描绘的是秋之色 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 诗里写了山路 人家 白云 红叶 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 这些景物不是并列地处于同等地位 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有主有从 有的处于画面的中心 有的则处于陪衬地位 简单来说 前三句是宾 第四句是主 前三句是为第四句 描绘背景 创造气氛 其铺垫和烘托作用的 远上寒山石净霞 写山 写山路 一条弯弯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弯延伸向山头 远字 写出了山路的绵长 辖字与上字呼应 写出了高而缓的山势 白云牲畜有人家 写云写人家 诗人的目光 顺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望去 在白云漂浮的地方 有几处山石砌城的石屋石墙 这里的人家照应了上具的石镜 这一条山间小路 就是那几户人家 上上下下的通道吧 这就把两种景物 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了 有白云缭绕 说明山很高 诗人用横云断领的手法 让这片片白云遮住读者的视线 却给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在那白云之上 云外有山 一定会另有一种景色吧 对这些景物 诗人只是在做客观的描述 虽然用了一个寒字 也只是为了斗出下文的碗字和双字 并不表现诗人的感情倾向 他毕竟还只是在为后面的描写叙事 勾勒风林所在的环境 停车做爱风林碗便不同了 倾向性已经很鲜明很强烈了 那山路 白云 人家 都没有使诗人动心 这风林碗景 却使得他惊喜之情 难以抑制 为了领略这山林风光 竟然顾不得驱车赶路 停下车来欣赏 前两句所写的景物已经很美 但诗人爱的却是风林 通过前后应衬 已经为描写风林铺平垫吻 蓄势已足 于是水到渠成 引出了第四句 点名喜爱风林的原因 双双叶红于二月花 把第三句补足 一片深秋风林美景 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诗人惊喜地发现 在西灰晚照下 枫叶流丹 藏林如染 真是满山云锦 如硕彩霞 它比江南二月的春花 还要火红 还要艳丽呢 难能可贵的是 诗人通过这一片红色 看到了秋天 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 使秋天的山林 呈现一种热烈的 生机勃勃的景象 诗人没有像 一般封建文人那样 在秋季到来的时候 哀伤叹息 他歌颂的是 大自然的秋色美 体现出了豪爽向上的精神 有一种 英爽俊拔之气 浮浮彼端 表现了诗人的才气 也表现了诗人的见地 这是一首秋色的赞歌 第四句是全诗的中心 是诗人浓墨重彩 凝聚笔利写出来的 不仅前两句书诞的景致 成了这艳丽秋色的衬托 即使停车 坐爱风临晚一句 看似抒情叙事 实际上也起着 写景衬托的作用 那停车而望 逃人而醉的诗人 也成了景色的一部分 有了这种景象 才更显出秋色的迷人 而一笔重写之后 戛然变质 又显得情韵悠扬 余味无穷 本文作者张燕锦 朗读白云出秀 朗读白云出秀